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在自己领土的周边海域 进行正常的军事演训活动 公开透明专业 中方的相关部门也已经及时发布了公告 这符合国内法 符合国际法 也符合国际惯例 旨在向肇事分子发出警示 对台独施力进行惩戒 我们将坚定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恶阻美国以台制华的图谋 坚决粉碎台湾当局以美谋独的幻想